好,上條片就講過我在曼高去華欣搭的交通工具 這條片和下一條片,我想想比拼一下我在華欣住過的一間三星級和一間五星級酒店 因為今次在泰國 check-in 有些酒店的時候,我就聽酒店的人說 其實這一兩年間,因為疫情沒什麼生意,因為沒有遊客 很多酒店就不宜關了一間酒店去,做一些內部裝修 有部份酒店,簡直是把內部大部份的東西,八九成的東西,都重新再裝修過 換成一身,華欣當然很多人都去過 可能我說這兩間酒店,有些人都會以前住過 到了今年2022年,很多地方都開始開回他們的旅遊 看看如果你以前住過這兩間酒店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今次我想先講這間三星級酒店 這間酒店的英文名叫做 Canhap Beach Hotel 中文名叫做康哈德華欣酒店 其實我之前就沒有聽過這間酒店 出發去之前兩天,我搜尋一下哪裏 好像位置比較好些 我就找了這間酒店 說回它的價錢,其實是非常之實惠的 因為我今次住,其實是說一百八十幾港幣 雖然是Rome Only的,但資業Below 200元我覺得是非常之實惠的 一進到房間,其實感覺都不錯 因為你看它的燈光很光猛 還有房間雖然不算很勁大 但是我想都有,應該200-300呎 燈光很光猛 而且你進去的感覺,你不會覺得房間很煤、很舊 而且你看到那些牆身、天花那些 都挺新的 應該都是... 近來不太久之前應該是裝修過一下 那又不會說那些木的櫃 花曬、煤曬那些 就是這樣 你看到它的露台又很大 開兩台麻雀,我想都夠位 如果你說兩塊水都不用一晚 我覺得都挺划算的 再說一下我覺得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露台夠大 但是它的露台設計就... 怪怪的 露台對著對面房間的露台 而且因為距離不是太遠 變成了你譬如對面房間的住客 又站在露台裡又站在露台 就好像大家看著大家 不知道做什麼 就好像有點尷尬 而且它的洗手間的洗澡位置 那個玻璃太短了 變成它花曬那些水裡洗澡 就很容易會... 很多都會彈出外面的地 就不太好 其實這間酒店小小 但其實它都有兩個泳池 有一個在二樓 有一個在四樓這個平台 二樓的泳池因為太小 而且這間酒店 因為它有一些所謂 直通泳池的房間 就是通到那個泳池仔 我看它房間和房間之間對住 其實都很接近 我覺得反而情況有點尷尬 所以我覺得無需要加個錢 去住那些房間 我反而覺得 它四樓這個泳池 環境又不差 它是類似一個infinity pool 但因為它對著有座樓 還有一些高的樹遮住 所以我又覺得 它不是完全是一個infinity pool 但環境整體我覺得都舒服 先提到二樓的泳池仔 就是現在在這裏 我們會不會有座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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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這裏 說回這間酒店的地點 其實我覺得頗不錯 它一出門後 我看到馬路對面 就是有一堆按摩店 我上一集說過 曼谷來華欣的 爽彼旅行車站 其實就算走過來 只有十分鐘左右 它最完美的就是 它的斜對面 就是這個market village market village 都是華欣兩個大商場的其中一個 其實是宏觀泰國的各大商場 我覺得當然地方很闊落 走得很舒服 尤其是這些旅遊區的商場 更加感覺很悠閒 但其實店舖沒有什麼好買 我覺得主要進去都是光顧餐廳 其實我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都是晚上八點鬆一點的 但你見到可能說 嘩!這麼少人的東西 好像沒什麼人氣 其實我今次去完華欣之後 我覺得如果去巴蒂亞 或者布吉那些 它可以說是完全不復甦的 雖然都見到 零星有遊客的 都是歐美籍 或者是韓國遊客比較多一點 但是整體都是很安靜的 其實 那些店舖呢 遊客區那些 都是 很多都是未開的 那 反而是去那些本地 泰國人呢 就去那些酒店 類似香港人去Staycation 那些就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就是因為華欣還未復甦呢 所以現在的酒店是比起 布吉亞、巴蒂亞那些是便宜的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好時機 來享受一下酒店 那到第二天的時候 我就自己加200匹 就吃了它這個早餐 那它就不是吃蒲菲早餐 那我不知道它疫情之前 會不會是吃蒲菲早餐 那它這個就類似是 有一張紙 給你order 一些去設定的東西 那樣 那 但都有水果 有沙律 有炒蛋 暗裂、腸製、火腿 那些 那酒店的location 除了很近那個大商場market village之外 其實也很近沙灘 因為就在酒店一出來 旁邊已經是有一條路 直通去沙灘那裡 那其實走廣 可能都是四分鐘五分鐘那樣 那還有你說 那條路會不會好像很靜那樣 那因為現在是時間上早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人 那但是呢 其實因為這條路一直都保持住 有四五棟這些住宅的condo 那所以呢 都會有些住客出入 有人開車進去 那總結來說呢 如果你問我 對這間Carnhead Beach Hotel 我會給多少分呢 那我想我都會給8分 那有什麼優勝的呢 就是 去地點都很好 那房都算叫做OK夠大 那燈光夠光猛 那還有 那也有個露台 那又不會說裡面的東西 煤煤夠夠 那樣有一陣烏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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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 如果靠近去馬路邊那些房 那些房子 那些車聲 那還有呢 可能酒店的 staff 呢 相對起來 英文水平 可能未必那麼好 那有時候溝通起來 就會有少少棘手 那樣 那這條片到這裏差不多了 那下條片就會說回我轉了去另一間五星酒店 希爾頓華恩 Resort & Spa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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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